南宋著名奸臣秦桧,因陷害民族英雄岳飞,直到死后他的雕像仍跪倒在岳飞墓前,日夜不得停歇,就连他的后代也深受其害,永生永世抬不起头。 可随着靠国人员在牛首山附近意外发现秦桧古墓,里面有秦桧的亲笔遗嘱,内容曝光引起巨大轰动,这个千古罪人或将洗白,这是怎么回事? 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千古罪人秦桧的墓。 1986年,南京市博物馆考古人员在牛首山附近,挖掘了一座没有碑文的绘墓,当地文物部门知道后便紧急赶往了墓地现场,再经过考古人员的初步勘探和对碑文的研究,确定了这座五碑之墓就是秦桧墓。 这秦桧也算是有点自知之明,不敢立碑,五皇不立碑,是功绩有后视频说,可这位兄太懂得都懂,要是他立了碑,或许我们现在都看不到这座墓了。 意外的是,考古人员后来在墓中居然找到了秦桧的亲笔遗嘱,此消息一出可谓是震动了整个考古学界。 秦桧的亲笔遗嘱一共说了非常重要的三件事,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批判了当时的士大夫,他认为对那些不干实事,只知道职上谈兵的士大夫要进行一定的打击,还称如果不打击将会加速国家走向灭亡。 第二件非常重要的事情,就是对岳飞的死进行了解释,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怀疑,难道历史真的骗了我们吗? 他在他的亲笔遗嘱中是这样说的,他提到了当时岳飞抗金的时候战功显赫,是个大英雄,他本人也非常欣赏和敬佩月飞,但是遇到种种问题,之后再加上惊人老奸巨华在背后使出离间计,所以让当时的皇帝十分地不相信岳飞,最后才下令将其铲除。 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就是,他觉得提出和平的意见是有利于两国的,并且秦桧表示自己当然希望岳飞能一直活着,但是当时的宋高宗已经下令让岳飞死,他也是没有办法才把岳飞害死了。 整篇遗嘱中,秦桧对于岳飞之死,可谓是做了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的洗白,他不仅表达了自己对于岳飞的仰慕之情,还夸他战绩卓越是个不折不扣的抗金英雄。 在提到岳飞的死因时,秦桧表示正是因为岳飞在北伐中的战功过高,导致皇帝受到了威胁,万一把回亲二宗接回来怎么办,没有哪个皇帝能够容得下这样的人在身边。 但岳飞却没有丝毫顾忌,还非要在收复失敌后,赢回宋徽宗和宋亲宗之二胜,后来金人又在背地里使出一招离间计,还有就是岳飞和宋高宗对金人的战合之争有根本性的矛盾, 这才导致了宋高宗对岳飞一直心存顾虑,起了杀心。 而秦桧在提到与金人议和之事时,称自己的这个提议非但没有任何问题,还非常有利于和平。 秦桧并非天生逐和,也曾是鹰派人物,也曾经主战。 宋亲宗靖康元年1126年初,秦桧上奏,认为对男犯的金军不宜显示出太懦弱的态度,应该势道亮剑。 后来,秦桧在一片寒大声中冷静看出宋朝军事力量太弱,还没有能力战胜金军,为保住大宋江山,主张和平,维持现状。 在遗嘱的最后,秦桧还强调,对于岳飞的罪名,自己本意是绝对绝对不向岳飞死的。 毕竟岳飞当时可是个罕见的军事奇才,在抗击金的过程中,岳家军更是在他的指挥下,几乎是百战百胜。 这样的人才,他怎么会希望岳飞去死呢?而原因都是因为宋高宗已经下了处死岳飞的命令了,自己是迫于皇帝的重压之下,才不得已害死了岳飞。 这就是秦桧遗嘱中的全部内容,把自己摘了个干干净净。 我们来分析一下,看秦桧到底有没有能力害死岳飞。岳飞如果是个草民百姓,秦桧害死他是易如反掌。 岳飞是南宋栋梁,是国家高级将领,位置不低于军区司令员,政治地位不低于军委副主席,史诗说位置将相。 秦桧在大宋朝廷是什么地位,名义上是太师、魏国公,两个职务都是荣誉职位,秦桧的官职充其量为宰相。 宋朝的宰相没有任何兵权,他害不了一个手握重兵的大臣,即使有这个胆量也没有这个力量。 说他是害岳飞的主谋,显然不符合事实。 但是秦桧的这一洗白手段就完全客观吗? 就算是宋高宗逼迫你害死岳飞,但整个事情中,你本人就没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吗? 1138年,金务术派人送信给秦桧,说,宋祈求和金达成合议,而岳飞却在那里活动, 图谋收复河北失地,因此一定要杀掉岳飞,南宋合金才能讲和。 宋高宗和秦桧也认为,岳飞不死,终究是合议的障碍,还会给自己惹祸害。 因而宋高宗让秦桧设法谋害岳飞。 但秦桧害岳飞的过程也很麻烦,不是那么简单的。 他先假传圣旨把岳飞和岳云逮捕入狱,然后让大理寺政卿周三卫审。 周三卫不想陷害忠良,挂官而去。 周三卫不审岳飞,他就让建议大夫当大理寺政卿,建议大夫和岳飞不和,上来就对岳飞言行好打,把岳飞打得死去活来,但岳飞铁骨蒸蒸,始终不共一字。 建议大夫实在没办法,只好伪造共状,诬陷岳飞。 秦桧得到假共状,连连称庙,然后暗中悬赏寻找证人。 秦桧想,谁都见钱眼开,只要肯出钱,一定有人当证人。 谁知他想错了,岳飞金钟报国,人人敬佩,没有人给秦桧当证人。 秦桧找不到证人,朝中大臣纷纷来到相府问秦桧。 岳飞保卫国家九死一生,何罪之有。 秦桧说,岳飞谋反,虽然没有识句,但这种事莫须有,莫须有就是可能有的意思。 群众臣怒然道,莫须有三字,如何服天下? 秦桧答不上来,挥袖而去。 最后有一人说,不必找证人了,直接杀吧。 说这话的是谁呢? 是秦桧老婆王氏。 秦桧回到家里觉得心烦意乱,杀岳飞找不到证人, 如何是好? 这时,秦桧老婆王氏说话了, 放虎意,秦虎难,找不到证人就不必找,直接杀了,免得多口。 秦桧一听,也对,于是密令建议大夫杀岳飞。 就这样,岳飞,岳云,张献在风波亭被处死。 岳飞一心报国恢复中原,最终死在秦桧之手。 当然,幕后指使还是赵构。 赵构如果不想杀岳飞,岳飞也不会被秦桧所害, 因为水大漫不过船去。 其实宋高宗为什么要下令处死岳飞,原因无非就有三点。 第一,在赵家的王朝,岳飞却拥有一支岳家军。 岳飞本人在军中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, 这在哪个王朝都是不被允许的。 第二就是赵构主和,而岳飞主战。 要主和就必须干掉在前线表现的太勇猛的岳飞, 不然惊人不答应。 杀岳飞是惊人开出的议和条件之一。 再有一点就是,宋高宗要求岳飞撤兵的时候, 岳飞并没有执行他所下达的命令, 让宋高宗更加忌惮。 这些种种才让宋高宗真正对岳飞起了杀心, 但这其中也绝对少不了秦桧的挑拨。 可叹岳飞这一生为大宋鞠躬尽瘁死而后裔, 最后居然死在了小人和皇帝手下。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宋高宗是昏庸无能的, 不然不会重用秦桧, 但是殊不知, 真正的历史是因为秦桧无原则地迎合宋高宗, 才受到了恩宠。 当时京军压境, 南宋朝堂分割成了以秦桧为首的主战派, 和以岳飞为首的主和派。 派系相争, 最终谁能掌权, 决定权在皇帝身上。 正是由于宋高宗是主和派的支持者, 秦桧才能坐上丞相的宝座。 宋高宗为何要一位求和, 是他骨子里甘愿当个不作为的鸵鸟吗? 当然不是, 宋高宗主张求和, 是因为宋徽宗和宋清宗还在京人那里, 面对岳飞的勇梦, 大举收复师弟的行动, 宋高宗是惧怕的, 他担心岳飞真的会赢回这两位被俘虏的皇帝, 万一他们真的回来了, 自己这个小自卑的皇帝, 那还能安稳地坐在皇位上? 所以为了自己的地位, 他压根就不想与京人开战。 岳飞一路向北, 宋高宗却寝食难安, 而作为宠臣的秦桧, 自然要替高宗分忧, 于是在高宗的授意下, 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, 为了一决后患, 秦桧还为岳飞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, 并且将其杀害。 由此可见, 岳飞真正的死因并不是他的民族气节损害了秦桧的权势, 而是他的所向披靡引起了宋高宗的担忧。 宋高宗未保皇权, 进而知识秦桧策划了这场财害终两个一幕。 而对于秦桧后人所要求的保护秦桧幕一说, 各路网友也是剑拔弩张, 但出其一致的是, 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应该好好的将秦桧幕保护起来, 这主要是因为, 保护秦桧幕就像保护那些人人治世的墓葬一样, 我们瞻仰学习这些治世们的所作所为, 而像秦桧这种命臣, 也应该保护起来作为给世人的一种警醒, 让后世知道秦桧之恶不可原谅。